-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饭了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知道 原姐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号 欧凯歌代表海川基金 去广性高端制造现场调研 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里面 广性高端制造就开始上涨 到八月十九号的时候 也就是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面 涨幅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二点六七 今天是俺的生日 生日快乐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安国大农业在海川基金 成为其前世大无限兽条件股东之后 也开始一路上涨 到达次年一月 累计涨幅高达一百八十三点四 其实呢 过生日只是一个由头 我还是喜欢在工作之外 跟你谈这首爱 说完这件事情 我们就开始谈情说爱 好 虽然黄金投资 只是一家私募基金 只在月底或者是季度末的时候 披露净值 不对外公开仓位 但是 我还是在广性高端制造 还有安国大农业的财报当中 看到了他旗下管理的 两只基金的影子 而且都是在海川基金进入之前 低位买进 高位卖出 赚很多钱 白羊 二零一五年 海川基金的主题优选A 前四大重仓板块 分别是交通运输 钢铁金融化工 跟广性高端制造的汽车板块 完全不相关 这还不能引起你的重视吗 你一定要在今天这个时间 跟我说工作上的事吗 那我说最后一句 作为一家民营的公募基金 海川一直偏好的是 大盘蓝筹股和白马基优股 但是安国大农业 完全不符合他们选择的条件 而且流通股也只有区区的八千万 但是却在二零一八年 成为海川追逐的目标 这也不能引起你的怀疑吗 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些 还不能引起你的重视 那我只能说 你已经失去了 对新闻的敏锐力和洞察力 你别刺激我啊 就你说这黄金投资 我还是有点印象 你还记得那杨教授吗 你必须具备杀手的直觉 那就是对市场的敏锐力 给荣惠财富站台的那个 我们的节目后来不是被下播了吗 这个杨教授也被立案侦查了 我后来从侧面打听了一下 这个杨教授给这个荣惠财富站过台 而且他自己还大笔买入了这个黄金投资的私募产品 他还跟别人说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最后肯定会有公务基金入场兜底的 说哪家基金了吗 这哪知道啊 他的案子还在调查你 我给你查一下吧 查荣惠财富的记报 是不是写了吗 第一季度的记报 黄金投资旗下的启明星一号 持有融会财富三十一点八九万股 是第九大股东 第二季度的财报 启明星一号退出股东名单 新成长混合型基金 以持仓一百零三点二六万股 成为第三大股东 好好的 快查 杨教授嘛 倒是没有站过台 不过 这个股市的名嘴王祖辉 倒是说过这两家股票不错 行了 明天咱们俩一块去会会的 可以 来来来 你别走啊 你就坐这儿 你松开 不 能不能松开 不能 生日快乐 好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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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礼物就算了 你亲我一下就行 你亲我一下就行 滚在我的脸上 留下爱表记 滚在我的心上 让我 想念你 骗子